欲见建筑艺术 品味生活文化 听见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回到 听见建筑之美 我是凯特 今天介绍的是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那上一段跟大家介绍了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它独特的一些建筑特色 特别的呢 就是它是黄金级绿建筑标章的一个 环保绿建筑哦 那么听众朋友来到这边 要怎么样欣赏这一栋建筑物呢 园区里面又有哪一些空间 还有主题是大家可以来参观的 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景点 这个阶段 画旅行的部分 我们继续请到 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的 范学景主任 来跟大家介绍 再一次欢迎范主任 嗨大家好 接下来我来再进一步的介绍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它是在苗栗的铜锣香 它是在民国101年的5月12号才开源的 那这个主建筑物呢 面积是总共是4.3公顷 那但是我们在旁边呢 还有任养了科学园区的地 大概6.8公顷 所以总共呢 我们占地达11公顷 这个具有现代化的一个建筑物 那拥有独特的一个玻璃帷幕的外形 在建筑的设计上除了凸显 我们是客家人士 爱护自然的一个客家本色之外呢 我们内部的展馆啊 总共有分六个展馆 那接下来主任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里面总共分为哪几个空间 然后各自有哪一些主题呢 是的 内部的展馆啊 总共有六个展馆啊 第一个是长设馆啊 长设馆呢 这个是从15 16世纪的一个大航海时代起啊 那促使全球一股的新世代的一个移民潮 所以我们在长设馆呢 就会展示了一些当时呢 中原的客家人或因各种因素 政治啊或是经济的因素 来大举来东渡台湾以肯的一个情形 所以长设馆也就是叙述了我们客家人怎么样从大陆迁徙到台湾 然后在台湾呢 在二度迁徙 比如说从西部迁徙到东部 这个历史过程 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全球馆啊 全球馆啊 全球馆是客家人啊 约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呢 纷纷的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海外 那么所以这个全球馆呢 也就是展示了客家人从大陆如何迁徙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历史脉络 是的 那另外呢 还有台湾馆 台湾馆 台湾馆是在我们明末清初的时候 客家人呢 移民渡海来台 那于是呢 我们在乾隆年间呢 移民是达到高峰的时段的期间 所以客家人呢 从大陆如何顺应各地形 气候土质族群融入等等的条件 来展现客家人 如何克服困境 奋力求生跟力求上游的一个坚毅的性格 所以台湾馆这个部分呢 就是展示了我们客家人呢 如何在台湾的发展 这个如何顺应这个独特的一个适应 来在各地 在台湾各地来落地生根 这个是台湾馆吗 台湾馆 好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三个展馆 还有是儿童馆 那儿童馆呢 也是透过不同的主题来变化 按照不同的年龄层 或做有生动的 有趣的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的一个展示 让儿童呢 能了解各种客家文化的一个内涵 那甚至呢 也会安排不同的课程 让儿童从动手做 来领悟客家文化深刻的意涵 就有很多DIY的课程 是的 然后都在儿童馆这边 是的 那另外呢 我们在假日的时候 或者是暑假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安排姐姐或是哥哥说故事的一个活动 是 那另外呢 还有文创馆 还有一个特展馆 那文创馆呢 主要是展示我们传统或是创新传承的各种的一个传统民俗 或是公益产业 或是当代客家文化的一个创意产业的一个成果 是 来展现从传统到创新的一个发展历程 OK 主任刚刚跟我们介绍的就是苗栗客家文化园区里面的一些内部的空间 一些展馆部分 总共有六个 长设馆 全球馆 台湾馆 儿童馆 文创馆 还有一个特展馆 所以特展馆这边 这是内部的空间 那其实户外除了我们上一段听到的一些建筑设计之外 有一些阶梯广场 半月池的景观 还有一个是特别要跟大家介绍到的 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也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走走 是的 还有我们户外 除了阶梯广场之外 另外呢 我们在104年5月9日 启用的充满山林之美的一个浩克生态公园 浩克生态公园 它是一个新的景点 那是具有古艺盎然的一个软石步道 还有木栈道 还有观景台 散步期间可以来一场芬多金的SPA 因为那边也种蛮多的植物 是的 树啊花啊都蛮多的在那里 对 它有原始的相思树林 也有桐花树 桐花非常的多 可以疏解压力 那另外呢 特别推荐 听众朋友呢 可以在四五月 来看看我们的桐花盛开的景色 刚好有桐花季 身体很漂亮对不对 是 好那刚刚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客家文化园区 内部的一些空间 还有一些外部的景观 我们来建议一下听众朋友 既然说要来这边参观的话 主任你有没有特别推荐 大家可以先参观外面呢 还是先参观里面呢 是的 我想客家文化园区 苗栗园区这边 足够让你一天的一个享受 首先你早上约九点十点 我们九点就开圆了 那么你可以九点就进来我们园区 走我们的空桥步道 空桥进入我们的展馆 首先呢 就先到我们的常设馆 还有接着就参观我们的全球馆 然后台湾馆 儿童馆 文创馆 特展室之后呢 大概就到中午了 那我们在一楼的地方呢 有客家的餐厅 当地的美食 那可以享用我们客家的美食之后呢 下午呢 可以到图书馆 我们在二楼有图书资料中心 里面有非常多的书籍 报章杂志 可以在那边做一个小器 而且那边呢 有一个开放空间 而且是采玻璃围屋的 透明的采光方式 感觉蛮浪漫的 是的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你在一个暖暖的一个 太阳照射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是一种非常高的一个享受 真的 是的 这是主任建议 大家可以参观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的一个顺势 是 那么下午的时间呢 两三点哦 那或者是三四点的时候呢 那你有可以到 我们的浩克生态的公园 去走一走 因为那边是非常多的一个树木 是让你在能够在绿色的植物当中漫步 而且那是卵石步道 是原始的卵石步道 那还有木栈道 那不过建议呢 一定要穿平底鞋 是的 在傍晚的时分呢 漫步在这个步道里面 虫鸣鸟叫鸟语花香 是 非常的漂亮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我会建议说 可以的话 下午三四点 你就可以走我们的步道 那顺便 户内的户外的都兼顾了 也做一下 轻松的漫步 散步 有益身心健康 OK 那刚刚是主任跟我们推荐到 大家来到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可以怎么样参观的一个顺势 那我们知道苗栗客家文化园区 它是在铜锣乡嘛 其实附近还有一些景点呢 主任有一些私房推荐 我们请范主任来推荐一下 听众朋友 他可以怎么样安排他的观光行程呢 好的 一日游的行程 我建议第一个先到三亿 著名的一个火车站 盛行车站 以及来观赏龙藤断桥 那随后呢 我们可以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或者是客家大院 来体验客家文化 都在铜锣这边 是的 那下午呢 就可以到铜锣 然后呢 可以走访文昌的古迹 另外呢 就到苗栗车站的 铁路文物的一个展示馆 来看看铁道的一个发展史 另外呢 别忘了到苗栗的美食街 来尝客家的美食 再回家 这是主任推荐的 一日游的行程 那如果说要安排 来苗栗玩两天的听众朋友呢 所以 假如两天的旅程 我会建议第一站 就先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然后呢 再到周边的客家大院 另外呢 就到公馆的 特别介绍黄金小镇 来走访 它具有田园的风光 那另外呢 可以到苗栗的特色馆 来选购苗栗当地的名产 那傍晚呢 就可以到台湾乡 清安的豆腐街 来吃臭豆腐 臭豆腐 是的 很有名 是的 那晚上呢 就可以到台湾的温泉饭店 来入宿了 那第二天早上呢 就可以到大湖乡的 文水老街来逛逛 那再到著名的 大湖的草莓文化馆 来选购一些的农产品 那下午呢 就沿着六十四号的公路呢 到苗栗的海边 来逛逛 到虎头山公园啦 或是通宵的神社啦 那傍晚呢 特别介绍一个 院里镇的 院里镇的一个 东里嘉峰 东里嘉峰啊 它是一个客家商合院的 一个建筑 是 也呼应了我们客家人的 一个传统建筑 是的 它是一个红砖 跟胶纸桃的一个建筑物 那里面呢 有百年的龙柏树 连结左右四栋的护龙建筑体 最具特色的 它是一个 评价为最具特色的 一个民宿区 那很多拍片取景的 一个地方 都在这里 是的 好主任刚刚有特别提到了 公馆的黄金小镇 对不对 是的 那这边也是您的一个私房景点推荐咯 是的 公馆是 它在七八月的时候 盛产红枣 那在秋天的时候 是盛产柿子 冬天呢 是盛产芋头 跟福菜 对 是的 那客家委员会呢 或者是公馆相公所 在冬天的时候 过年期间 就会举办一个福菜节 这个是非常具有一个客家意义的一个 十二大节庆的一个活动的节日 所以呢 公馆是非常建议安排 那边有很多的美食餐厅 而且兼具乐活的一个小旅行的一个 的行程 这个部分特别的推荐 推荐给大家 是的 就是有很多我们客家人的当地的一些特色餐厅 也都在公馆相这边 是的 好那最后呢 主任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比如说你们有没有一些官方网站之类的 是的 客家文化园区 在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我们有一个粉丝团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随时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粉丝团 来查阅相关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呢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苗栗园区呢 在104年开始 7月开始 有征集主谱的一个活动 是的 那我们这个主谱 是希望在我们的客家文化园区的图书资料中心 有一个主谱特专区 那希望说这个当作是 以后呢 后代子孙 当他想要饮水思源 找他的祖先的一个主谱的时候 就想到能够到客家文化园区 苗栗园区来查阅 所以呢 我在这边也慎重的 故意各位听众朋友 家中较有主谱 也欢迎来捐赠给文化园区 那我们会好好的收藏 典藏 那我们会设置一个特区 做典藏之用 是 这个也是客家文化园区这边 要做一个收藏的部分 是的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 如果想要知道详情的话 其实上你们的官方网站 上面都会有 对不对 是的 是 好那因为官方网站上面 也有这个客家文化的旅游资讯网 他就提供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 依照当时的季节主题 还有性质 都有一些套装形成的规划 客制化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是的 好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苗栗客家文化园区的 饭学景主任 谢谢您 是 太阁 让我们来聊 欢迎到我们客家文化园区 来享受客庄的好客饗宴 是 听见建筑之美 我们下次见 听见建筑之美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听见建筑 品味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